杀人鬼 一个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社会的名词 专门是用来形容 那些杀起人来从不眨眼的冷血杀手 和普通的杀人犯相比 他们往往作案手法更加凶残 夺取人命的数量更为惊人 他们就像是恶鬼一般 以杀人为乐 用无辜的生命来喂饱自己的私欲 今天我们即将要登场的主人公 正正就是这些杀人鬼中的一个典型 他曾犯下两起震惊日本的著名案件 手上沾满了三条人命的鲜血 而且他在被捕后说出的一些变态语录 至今都还会让人痛恨的咬牙切齿 那么这个残忍的杀人鬼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还有那两起著名的案件 来龙去脉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2005年11月17日凌晨3点左右 大阪市浪述区内的某大厦 突然响起了火灾警报 消防队员不到一会儿就赶到了现场 准备展开灭火行动 起火的地点是位于该大厦四楼的一间公寓 由于火势并不算是太过迅猛 消防员一下子就把火苗给铺掉了 接着再从阳台爬进到了公寓里 想着看一下有没有人被困在里面 结果才刚进去没走几步 就发现了有两名年轻的女性趴在了玄关处 消防队员们刚开始还以为 应该是被黑烟熏打的受困者 谁知道刚准备走过去 抱他们出去的时候 仔细一看 两名女子身上竟然有无数处被划破的伤痕 地上还有一坨黏乎乎的鲜血 而且两人都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以消防队员多年的救火经验判断 这些伤口绝对不会是因为火灾造成的 唯一的可能性是 这两名年轻的受害者 在火警之前就已经遭到了袭击 负责刑事案件的大阪警察署 在窒息此案后 马上就派人介入了调查 经过追查后得知 被害的两名女子 名字分别是 上元明日香和上元千飞露 她们是住在这间公寓里的亲姐妹 两人都是大阪室内某餐厅的兼职店员 据姐妹二人的同事朋友透露 姐姐明日香 现在是为了创业开婚纱店 所以一直在打零工存钱 而妹妹千飞露 则是刚刚高中毕业没多久 经姐姐介绍 在餐厅里打工赚取学费 之后准备升读护士专业的专门学校 大家都纷纷感到叹息 上元姐妹二人 为人善良且有礼貌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会对她们下此毒手呢 事件发生后的第18天 也就是2005年12月5日 大阪警方从案发公寓 不远处的一个公园里 逮捕了一名露宿街头的年轻男子 男子的名字叫做山地幽济夫 据当时现场执法的警官回忆说 逮捕当天 警察从他的背后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反应非常奇怪 既没有回过头来应答 也完全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只是低着头 默默地等待着警察 给自己戴上手铐 好像是早就预料到 这一天会到来死的 原来大阪警方 是根据案发公寓留下的指纹 确认了山地幽济夫的犯案者身份 刚开始 他对于杀人的罪名予以否认 说自己闯进那间公寓 仅仅是为了偷点小钱而已 但是被逮捕后三天不到 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 不单只爽快地承认了 自己杀人的事实 而且还向路口供的检察官 说出了一句非常诡异的话 我只是很想再尝试一下 那种兴兴奋的感觉 兴兴奋的感觉 检察官听完 先是感到惊讶 可是认真回想了一下 又好像若有所误的点点头 想着他应该是一时 控制不住自己的信誉 才忍不住向那两位年轻的姐妹 伸出了魔手 的确厌尸报告也表明了 两名受害者 生前都有被侵犯过的痕迹 于是便试探性地 向山地幽济夫反问了一句 你想要性兴奋的感觉 不是侵犯完就结束了 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呢 面对满脸疑惑 而且有点气愤的检察官 山地幽济夫 此时的反应再次让人震惊 只见他轻轻地露出 一抹邪魅的笑容 然后非常不屑地回答说 我说的性兴奋的感觉 其实指的是 杀人的感觉 自从被弃拿归案之后 山地幽济夫 其残忍的作案手法 再加上面对媒体时 多次展露挑衅笑容 瞬间就引起了 整个日本社会的愤怒 大家都很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 竟然有如此冷血的人 才刚刚夺走 两条无辜的年轻生命 却还可以表现出 那么的悠然之德 可是 人们如果曾了解过他的过去 或许就不会感到如此意外 因为这个山地幽济夫 从来就不是 一个冷血的人 那么简单 1983年8月21日 山地幽济夫 出生于山口县 山口市 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 山地爸爸 原本是一名建筑工人 但是 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受伤 导致了身体 无法再继续承受重火 于是 便转行到了一家 游戏机店当店员 而山地妈妈 则是在自己20岁时 嫁到了山口县的一家农户来 但是 因为一直跟婆婆矛盾不断 第一次的婚姻 没有持续多久 便结束了 离婚之后的山地妈妈 继续留在了山口市 在一家裁缝店 当学徒 养活自己 偶然的一次机会 在游戏机店里 认识了山地爸爸 据说 山地爸爸对山地妈妈 是一见钟情 相识不久 便展开了热烈追求 不久 便顺理成章 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刚开始 两口子的新婚生活 过得还算是挺甜蜜 挺幸福的 山地妈妈 非常珍惜这一次的姻缘 也常常会对爸爸 表示感恩 毕竟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乡下 离过婚的女人 根本就不怎么受人待见 很难想象 还会遇上一个 那么爱自己的男人 可是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一切 都只不过是 短暂的美好 在生下山地幼稽妇之后不久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慢慢的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概是因为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 再加上 山地妈妈在结婚之后 便辞去裁缝店的工作 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妇 因此 山地一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张 但凭着山地爸爸一个人微薄的收入 根本难以维持 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贫困的压力底下 原本低久不沾的山地爸爸 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 染上了酗酒的坏习惯 而且 每次喝醉酒之后 就会突然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凶狠 不仅会在家里 对着老婆孩子大吼大叫 严重时还会抓起山地妈妈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据山地幼稽妇自己回忆说 自打我祭祀以来 只要一看到爸爸喝醉酒 妈妈就会让我躲到邻居家去 但是 就算是躲到了邻居家 妈妈的每一声惨叫 我依然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静云在这种暴力氛围下长大 山地幼稽妇的性格 自然而然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根据他小时候的老师同学评价 山地幼稽妇这个人 极度缺乏同情心 除了常会拿石头 去砸别人家的猫猫狗狗之外 在学校里 也会公然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同学 而真正让人看清他邪恶本性的 恐怕还是 关于以下这件事故 他所表现出来的 异于常人的反应 1995年1月的某一天下午 正值小学五年级的山地幼稽妇 放学回到家后就看到了 爸爸整个人不省人事的趴倒在地上 刚开始 山地幼稽妇并没有太过惊讶 因为此时的山地爸爸 早就已经被酒精彻底折磨垮了 除了身患严重的肝脏疾病之外 精神上也是每天迷迷糊糊的 和一具行吃酒肉没什么差别 游戏机店店员的工作 也早就已经丢掉了 现在则是靠着山地妈妈 在超市打零工维持家计 正当山地幼稽妇准备像往常一样 把倒地的爸爸抬回到沙发上去时 发现了他的嘴边竟然吐了一大坨鲜血 顿时被吓到不知所措的山地幼稽妇 马上冲出家门 来到了妈妈打工的超市 找到妈妈后 慌张的不断重复着 爸爸 爸爸 晕倒在地上 还吐了很多血 怎么办 怎么办 谁知道 听完后的山地妈妈 却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别管她 就让她这样子去吧 然后就回到收银台 继续工作 害怕不已的山地幼稽妇 接下来也没敢自己回家 只好一直在超市 等到了晚上七点 才跟着下班的妈妈一同回去 回到家后的山地妈妈 不慌不忙地 拨通了急救电话 不到十分钟 救护车就来到了家里 此时 年仅11岁的山地幼稽妇 只能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眼睁睁地看着医护人员 在客厅里 对爸爸进行各种抢救 没过多久 医生便当场宣告了死亡 后来经过尸检报告得知 山地爸爸是肝脏疾病恶化 引发大量吐血 最后因为送医不及时 所以才回天法术 在山地爸爸离开人世之后 很多街坊邻里 纷纷过来表示遗憾 但是 其实大家心目中都认为 对于长期遭受家暴之苦的 这对可怜的母子来说 爸爸离开了 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这样子 他们就不再需要 每天活在惶恐之中 以后两母子 相依为命的话 生活也一定会 很快就好转起来 可是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身为家暴受害者之一的 山地幼稽妇 并没有和这些邻居 有一样的想法 针对这次的事故 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 我恨死了妈妈 如果妈妈及时赶回去 爸爸就不会离我而去 原来 山地幼稽妇 和大多数成长在家暴家庭的孩子不同 对于妈妈被毒打的遭遇 他的内心 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一失怜悯 也从来没有过 想要保护妈妈的想法 反而是 一直默默地 崇拜着这位残忍的施暴者 对于爸爸的死 他也一直耿耿于怀 他认为 如果不是妈妈故意拖延 最爱的爸爸 就不会离自己而去 在山地幼稽妇 16岁第一次被逮捕时 就曾经向检察官吐露过一段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心声 那就是 在前面提到的那段 关于他小时候 爸爸喝醉酒的记忆 其实 真正的完整版本是这样的 自打我记事以来 只要一看到爸爸喝醉酒 妈妈就会让我躲到邻居家 但是 就算是躲到了邻居家去 妈妈的每一声惨叫 我都依然听得一清二楚 妈妈的每一声惨叫 都让我感受到了 莫名的兴奋 喂你好 请问是警察署吗 我杀了我的母亲 一个稚嫩 而且有礼貌的声音 透过电话筒 传到了报案中心警员的耳中 由于报案人说话的语气 惊人的镇定与平静 这位接线的警员 在听完之后 都忍不住怀疑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甚至都还反复想了一下 这该不会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吧 但是 不管对方真实的意图如何 都得先按照正常程序 派出警力上门确认 当山口市警察 来到电话里所提到的案发地点后 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马上就映入了眼帘 尸体旁边的沙发上 只坐着一位少年 少年看起来非常斯文俊俏 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恐或者不安 对于满屋子里弥漫的血臭味 他似乎也丝毫不觉得难受 只是安安静静地呆坐在那里 目无表情地盯着地板上的尸体 没错 这位少年就是成长到了16岁的山地幽济夫 而躺在地板上的尸体 则是属于他的母亲山地妈妈 让人不禁觉得有点讽刺的是 五年前山地幽济夫的爸爸 因为山地妈妈拖延呼救而病逝 五年后的2000年7月29日 这位山地妈妈 却被自己最心爱的儿子 用棒球棍活活地敲死在同一片地板上 前面一节我们讲到了 山地幽济夫因为爸爸的死 而对妈妈产生了恨意 但是这种所谓的憎恨的感觉 刚开始也只不过是 停留在一个十几岁小孩子内心 一时的想法而已 这五年间又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才会使得他把藏在心底的恨意 一下子转变为了实际的杀人行动呢 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恐怕还是得 从山地妈妈在失去丈夫后的惊人举动 开始讲起 自从山地爸爸离开人世之后 很多人都以为 山地妈妈第一时间会考虑的是 要怎样带着孩子从家暴的阴影中走出来 然后重新过上正常一点的生活 可是 令人非常意外的是 这位才刚上夫不久的寡妇 并没有把太多心思花在自己的儿子上 反而满脑子想的都已经是 要如何尽快找到另外一户好人家 好让自己可以改嫁进去 从而再次回到家庭主妇的生活 其实 山地妈妈的这种想法 在当时的社会下 也算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 在整个日本的普遍价值观念里面 家庭主妇 才是每个女人最体面的归宿 但是 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 身边又带着一个脱油瓶的中年妇女 山地妈妈的再婚之路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顺畅 为了让自己可以有更多机会 接触到想要结婚的优质男人 本来就囊中羞涉的他 竟然还敢不断的花重金 拿去报名各种乡亲俱乐部 虽然超市店员的工作还有在继续 但是 赚到的钱 也全都花在了梳妆打扮 或者是与男人约会交际上 到了山地幼稽夫上初中的时候 山地妈妈连孩子的教材费都拿不出来 长期顶着没有爸爸和贫困 这两个标签的山地幼稽夫 在接下来的学校生涯中 也吃过不少苦头 除了常受到同学的言语 耶语和嘲笑之外 班上所有需要组队的活动 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意组 更加不会有人想和他交朋友了 甚至连他的老师 偶尔也会有意无意的欺负他一番 据说有一次 家庭科的烹饪课上 一般的情况来说是 同学们学习煮好的饭菜 接着就会各自吃掉自己组的那份 可是 在山地幼稽夫组完 刚准备要开吃的时候 烹饪老师就走到他的跟前 把他煮好的饭菜全部收走 然后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丢进了垃圾桶 最后还不忘记补充一句 这可是交了教材费的同学 才允许吃的哦 经过这一次的当众羞辱 山地幼稽夫在学校 就更加抬不起头来了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一个 三天两头就翘课的边缘学生 就这样 一直熬到了初中毕业 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已过 山地幼稽夫就坚决选择了 不继续升学 想着出来找份工作 能养活自己就算了 可是只有初中学历的他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公司 愿意录用 最后好不容易经过熟人的介绍 才终于找到一份 帮人送报纸的工作 而且薪水还被压榨到 只有其他同事的一半不到 尽管待遇如此糟糕 山地幼稽夫 依然还是感到很开心 因为这是他活了16年以来 人生第一次 有多余的钱可以花 他可以上自己喜欢的餐厅 可以去他从小就经过无数遍 但是一直不敢走进去的玩具店 而且他因此偶遇上了 自己这一辈子最心爱的女人 那就是玩具店里面的员工 江琪小姐 据山地幼稽夫自己回忆说 江琪小姐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会对自己笑的女人 虽然年龄上两人差距较大 23岁的江琪小姐 比才刚满16岁的山地幼稽夫 整整大了7年 但是这也完全不影响 两人之间的感情 他们相似不久 便很快发生了肉体关系 而每次两人性爱结束的时候 江琪小姐都会开玩笑的说 如果不小心怀孕了 你可要负责了哦 一般的男人可能听完后 都会深感压力 可是对于情窦初开的 山地幼稽夫来说 这句话却让他感到十分甜蜜 他甚至都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与江琪小姐 组建小家庭后的幸福模样 和此时沉浸在热恋当中的山地幼稽夫相比 另外一边乡的山地妈妈 她这小日子就过得有点悲哀了 尽管她花尽了自己所有的心思和钱财 上天都再也没有赐过她一个向让的男人 对方要不是那些想找人玩玩就算的老流氓 要不就是知道她有个十几岁的孩子 然后就突然消失 永不联系 人才两吃就算了 近乎走火入魔的山地妈妈 竟然还遭遇上了结婚诈骗党 被男人忽悠 做了高利贷公司的担保人 无端端往自己身上 背上了一笔巨额债款 山地幼稽夫每次回家 妈妈都会挖光她身上的钱财 拿去还利息 好不容易工作存下来的一丁点存款 最后也被妈妈哭着闹着给求走了 原本就对自己的母亲 没啥好感的山地幼稽夫 经过这一次 就更加讨厌这个家了 于是他就干脆收拾东西离家出走 暂时搬过去和江琪小姐住在一起 想着和妈妈切断联系之后 就可以把一切的烦恼都抛出脑后 谁知道山地妈妈并没有那么轻易放过她 2000年7月29日下午 江琪小姐突然心事重重的对山地幼稽夫说 我最近不知道遇上什么变态了 经常会受到奇怪的骚扰电话 接通之后 要不是没有人说话 要不就是丢下一句 去死吧 就马上挂掉 山地幼稽夫听完后非常担心自己的女友 拿过她的手机翻看了一下通讯记录 然后她整个人就瞬间傻眼了 这些烧恼电话竟然全部都是 来自于自己最讨厌的母亲 山地幼稽夫看完后二话不说 就气冲冲地冲回到了自己家 刚开始山地妈妈对于此事 矢口否认 但是和儿子吵了几句之后 她也忍不住开始发飙了 对着山地幼稽夫就是一顿怒吼 我一直都对你不离不弃 为了你 我被多少男人给拒绝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丢下你 凭什么你可以为了一个相识不久的女人 就离开我 山地幼稽夫看着眼前这个 已经几乎崩溃的疯婆子 心里面没有一丝的同情 她紧紧握住自己的拳头 默默地压抑着 心中燃烧的怒火 你让我得不到幸福 我也要毁了你的幸福 这是山地妈妈吐出的最后一句狂言 而这句话也刚好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地幼稽夫的愤怒彻底要爆发了 只见她拿起了家中的棒球棍 吵着正在哭泣的母亲 想都没想就是当头一挥 啊啊的一声 山地妈妈瞬间瘫倒在地 本来以为山地幼稽夫 在看到满头鲜血的母亲后 理智就会恢复过来的 谁知道 母亲发出的那声惨叫 反而是 唤醒了她一望已久的童年记忆 让她整个人变得更加兴奋起来 然后就不知不觉的 再挥下了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一直到妈妈变得一动不动为止 山地幼稽夫 才不慌不忙的走到浴室 把自己身上 溅满鲜血的衣服脱下来 此时 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内裤上 竟然有一坨黏乎乎的透明液体 伸手过去摸了一下 放到鼻子边闻了闻 然后就忍不住轻轻的笑出声来 原来 敲死母亲的瞬间 我射净了 在杀死母亲后的第二天凌晨 山地幼稽夫 亲自拨通了报警电话自首 山口室的检察官们 给他录完口供之后 并结合了那令人头皮发麻的凶案现场 坚定认为 山地幼稽夫这个人生性凶残 可以说是已经毫无人性可言 今后一定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威胁 所以恳请法庭 判处她无期徒刑 谁知道 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山地幼稽夫沙姆案 连刑事法庭都进不去 反而是交给了山口室 家庭裁判所来审判 家庭裁判所认为 山地幼稽夫年龄尚浅 沙姆全是因为衣食冲动 没有证据显示 他是有计划性的犯案 再加上所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佳 导致了他缺乏判断对错的能力 如果以后给予他足够的矫正教育 完全是可以重新回归到社会来的 所以最后给他判处的惩罚仅仅是 关到少年院去 三年两个月 在那里他必须学习劳动技能等更生教育 媒体外界也不准公布他的真实名字 而且也不需要留下刑事案底 对于这个如此荒唐的判决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不公平 但是山地幼稽夫自己却非常开心 毕竟三年过去他也才二十岁不到 出去后他仍然来得及 和自己最心爱的江琪小姐 组建他梦寐以求的幸福小家庭 据他在少年院时的院友回忆说 那时候的山地幼稽夫 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可和你们这些小屁还不一样 我最心爱的女人 正在外面等着我出去呢 每次说完都可以感觉到 他对此无比自豪 可是却从来都没有人见过 这个所谓的最心爱的女人 前来少年院探望过他 直到2003年秋天 恢复自由为止 山地幼稽夫都没有收到过 关于江琪小姐的任何消息 出院之后的他发了风似的去寻找 可是不管是他们相似的玩具店 还是以前他们一起住过的公寓 都早已看不到江琪小姐的踪影 最心爱的女人 已经悄悄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此时 山地幼稽夫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曾经所幻想的种种美好 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除了在感情上遭受到背叛之外 山地幼稽夫出来后 在新的职场上也并不顺利 有一位山地爸爸以前的老同事 因为十分同情山地幼稽夫的境遇 于是就千拜托万恳求地 帮他找到了一份 同样是在游戏集点当店员的工作 本来山地幼稽夫在工作上还算是挺用心挺努力的 谁知道突然有一天游戏机店来了个客人 这个人是山地幼稽夫在少年院时 一起受过更生教育的同期 他才刚走进店里 一眼就认出了山地幼稽夫来 然后就对着店里的其他客人大吼大叫地说 你们都不会觉得害怕吗 这里的店员是杀人犯啊 你们怎么敢来光顾有杀人犯的店呢 很显然 这位突如其来的同期并不喜欢山地幼稽夫 所以才会在偶遇之后 第一时间就让他丢掉了饭碗 在失恋和失业的双重打击之下 山地幼稽夫也放弃了重新做人的念头 于是他就主动加入了一家诈骗组织 准备成为一名利用各种小手段 在全日本各大游戏机店骗取奖金的骗子 他之所以会选择这份工作 表面上看似一位觉得可以发挥到 自己在游戏机店里积累下来的经验 但是实际上他是另有所图的 因为这个诈骗组织的特殊工作性质 是可以让山地幼稽夫有机会 从日本的九州开始不断北上 然后在全国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游戏机店里参与犯案 所以他就痴心妄想 幻想着自己说不定 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市 就会再次与江琪小姐相遇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山地幼稽夫这个人 虽然杀起人来毫不眨眼 但是对于诈骗这种小犯罪 却十分不擅长 只要有他参与进来的片案 最后都总会被店家抓包 后果就是连累整组队员落荒而逃 所以当这组诈骗团伙 辗转来到大阪之后 山地幼稽夫就被人炒鱿鱼 被赶走了 瞬间变得身无分文的他 再也没办法继续往其他城市出发 只好露宿在浪苏区内的一个公园里 也正就是因为被迫滞留在了大阪 山地幼稽夫终于遇上了他 一头秀丽柔顺的长发 瘦小的身材 加上一双尖细的高跟鞋 走起路来 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个背影了 山地幼稽夫非常兴奋地追了上去 一边喊着江琪小姐的名字 一边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而当女生轻轻地转过身来 山地幼稽夫当场就失望了 这个所谓的熟悉的背影 并不是什么江琪小姐 只不过刚好是人有相似罢了 他马上慌慌张张地 为自己认错人的举动道歉 谁知道这个善良的女生 并没有被他乞丐般的外表所吓到 反而是对着他说 没关系的没关系 看着女生那天使般的笑容 山地幼稽夫感到既害羞又惊讶 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江琪小姐之外 还有别的女生会对自己笑的 瞬间他就好像着了魔似的 在看到对方转过身要离开的时候 身体竟然开始不由自主地 默默地跟在了女生的后面 一直尾随到了附近的某栋大厦 然后从远处偷偷地观察到 女生最后走进了一间位于四楼的公寓 相信大家听到这里也大概猜到了吧 这位和江琪小姐非常相似的女生 就是我们第一节所讲到的 受害人之意的姐姐上元明日香 自从与上元小姐相遇之后 山地幼稽夫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过 有种寂寞声又熟悉的冲动 一直云绕在她的脑海 她开始怀念上一次杀死母亲时 胜上线素上身为自己带来的 那种极度性兴奋的感觉 而这一次她渴望下手的目标是 那位曾经对她回眸一笑的善良女孩 为了让这次的杀人计划万无一失 山地幼稽夫首先早了一个晚上 再次回到了那栋大厦 确认了上元小姐所居住的那间公寓 是在亮灯有人在家的情况下 她偷偷溜进去一楼的电箱房里 拉下了上元小姐家的总开关 然后就埋伏在一个角落里 静静的等候着 不过一会就看到了上元小姐一个人下楼来 她三两下的把自己家的总开关拉回去 接着匆忙的就准备跑回楼上去 此时躲在一旁的山地幼稽夫 并没有要马上动手的意思 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也只是想知道上元小姐 是否和其他男人同住在一起 因为电闸开关跳闸这种事 如果有男人在家的话 应该不会是由她自己亲自下来修复的 所以经过这个小小的试探之后 山地幼稽夫对自己的计划就更加有信心了 毕竟她坚信这个瘦弱的女子 并不是自己的对手 于是就等到了大家快睡着的时间 她悄悄的通过排水管 爬到上元小姐家的阳台 然后就闯进去 制服了一个人在家的上元小姐 最后就是山地幼稽夫脱下自己的裤子 拿起了厨房的菜刀 一边对上元小姐进行性侵犯 一边疯狂的往她身上吃过去 身上流淌出来的鲜血 散发出一丝又一丝的腥臭味 对于山地幼稽夫来说 这反而就像是催情记一般 慢慢的把她推向了性兴奋的高潮 只见她一下又一下的抖动着身体 嘴里发出一阵又一阵低沉的好叫声 似乎是想要把对上元小姐产生的情欲 对江崎小姐背叛自己的怨恨 还有藏在基因里对暴力的迷恋 狠狠的用尽全力 全部都宣泄出来 正当山地幼稽夫完事 提起裤子准备走人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钥匙插进大门门锁的声音 姐姐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 听起来像是一个更加年轻的小女生 轻轻的推开门走了进来 山地幼稽夫此时才知道 原来还有一个妹妹也住在这里 于是她来不及多加思考 马上与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迅速捂住了妹妹的嘴巴 趁她都还来不及察觉发生什么事 就再次解开裤子 提起手中的菜刀 往她的身上狠狠的捅过去 2006年5月1日 由山地幼稽夫犯下的姐妹双杀案 在大阪市的地方法院 进行第一次审判 审判期间 山地幼稽夫依然是 不断的向大家显露出 她那标志性的挑衅笑容 针对法官提出的大部分质问 她都只是予以了沉默 杀死上原姐妹俩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唯独是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 她才突然像是来了性质一样 再次说出了一句 震惊全场的狂言 每一道插下去 我都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性快感 2006年6月9日 山地幼稽夫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 各大精神科的专家 对她进行了 为期四个月的精神鉴定 最后的鉴定结果为 山地幼稽夫身上 有明显的 广泛性发展障碍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 严重缺乏沟通能力 难以融入一般社会等 但是 从她杀死上原姐妹后 故意放火毁灭证据 被逮捕后 第一时间先是否认等 这一连串的行为来看的话 她是清楚知道 杀人是有后果的 所以认定了 她所犯下的这些罪行 并非是由精神疾病所知 2006年12月13日上午 法院根据这份权威的鉴定报告 终于做出了死刑判决 也算是给受害人家属 甚至是全国人民 都还了个公道 在判决下来后不到三年 也就是2009年7月28日 山地幼稽夫 被押上了脚手台 成为了日本战后 最年轻的死刑犯 在最后 人们都纷纷忍不住好奇 这位享年25岁的杀人鬼 到底有没有曾经为自己犯下的罪行 忏悔过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许她在狱中所留下的日记 已经清楚地告诉大家 我是为何而生 我没有找到答案 也许是为了杀人 不知道是否还有更贴切的答案 就是莫名的很想要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